刚刚出道 第一场团体赛赢老桑了 第二场单打 七局四胜的就输了 在去年欧亚对抗 在这次比赛的小组赛中 他4比1赢了萨姆索洛夫 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因为许新他速度还不是很快 如果说他跟萨姆索洛夫 如果打成赢 正常发挥 比萨姆索洛夫的速度要好一些 实力虽然弱一些 你速度快变化多一些 你速度降下来以后 跟人打实力的话 那他就要下方 好球比赛 因为刚刚输完一场球 实际上等于就感觉被调整的更快 能够从这个失败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四斤二对上马林来说 2比4打得很紧张输了 输了以后马上对佩尔森 那也就两三个小时 那当然关系到能升三面国旗 是 当时蔡总华局长给的任务 好球漂亮 选择部呢是在远排 拉了一板旋转很强的弧拳球 过去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顶级的选手来讲 你就是要立刻能够转换过来 有的人三五个月缓过来 有的好长时间好长时间缓过来 小水平他心态在某些时候啊 在特定的环境下 漂亮 包括赢球的战胜对手的这种欲望 许心靠前 江家梁 陈龙灿 藤毅 陈兴华各获得一次冠军 打过两次 那么在所有参赛选手当中 比利时的选手是17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这样他们的服务 许心来讲 是个磨练 也是个考验 你怎么 这种阴影当中走出来 所以影响 首先 战术意识上他不积极 从打法上速度太慢 他主要是人差不多 只不过许心打得好 比萨姆索诺夫稍微快一点 争议的球 刚才那个球呢是 许心擦了外边打得是 刚才那个球呢 萨姆索诺夫是 应该说很大度的 一点进台这种快速的一些加快节奏的进攻 你看这球就开始往后退 完全可以往前靠 别打直板的是吧 有时候练习还可以 真正到实战当中 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一些影响 但是直拍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横拍 因为他正手能对付 他不用侧身 您觉得这时候 就是作为一个主管教练 说重点应该点醒 说狠点 第一点是对外国人不述 这点上就是 我觉得挺佩服刘国良教练 对 有时候他真敢说 让你心服口服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双方的 很不开心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 因为杨颜也打过世界冠军 所以他特别能说到点 杨颜可以给观众介绍 这刚才李二导说的 就是他每一次比赛 其实他都是积累 对于运动员来讲 成长过程当中的 每一次比赛 不管你是争夺第三 都强大 对 是吧 如果说像争夺第三的比赛 因为一场比赛 就等于像李二导介绍那样 就是策心 这个自己醒悟 好球 你看到身体这个紧张度 好像比上上一局紧凑一点 眼神稍微发点光 好的 好的 比如说就像这种微 比如微迷不振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连输掉整场比赛 许欣呢 在经过了两局之后 这一局有了明显的这个改变 好 我这个是一个职业数据 职业道理 平常怎么能让他通过 刻苦的这个人 要在最紧要的关头 他的气壮 他的气场 中厂前日老给他调动 我觉得还是有了一些转换 但对老桑 这么强的 他有两局领先 他现在是站在正守卫来 发测拳球 抢拉 有心呢 开始强势的反击 许欣从第三局来说 他精神上紧凑起来 拼命的用正手 因为他正手来说 他第一板的质量很关键 你比如这个球来说 就是洗心 虽然上手的质量不够 他第一板上手质量稍微高一点 能形成 现在第四局开局是0比3 这个球里的 就是丧失了进攻能力 是一个超常规的一个处理 没有发上力 不太转 的发源地 那么这次比赛的地方呢 在利物浦 位于 全年一般的温度在10到32摄氏度 之下 另外这个在体育方面 利物浦足球俱乐部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因为这个英国和我们有7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现在英国的时间是 好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五局比赛 第四局又太想赢了 所以上来的话几个球处理的过于保守 上手的质量不高 第一板上手质量 来这个比赛当中 能够努力的去逆转 那又是一个擦网 好的 男子乒乓球世界杯的总奖金是15万美元 冠军呢 可以获得4万美手进行周际杯 他们的冠军可以与另外 那么周际杯赛呢 是从2009年 这样世界杯赛是在保持高水平的同时 也要兼顾它的普及 现在又到了一个瓶颈 打成5比6 伦敦这个奥运贵乒乓球也是尝尝 把这个项目搞得更红火 还有很多国家 你包括佩尔森这个老运动员这么老了 他就找刘国梁很多次 哎呦 你先上来 好球 好球 他说我体会体会中国队的修念 所以中 空 图 哦 女生压力也太大 他总共把比分咬住 把老桑打紧 把它拖住 第六局的尾局 甚至尾局拿下来 这第七局可能就有转机了 就有希望了 关键是第六局能不能咬下来 是 哪个技术 用来 这些顶级运动员里的店子算多的 登了一下 三不所罗夫说 我跟王靠是2比8的比重 如果我一天多练两个小时 再有中国的对手 我可能 十来格听这话就跟我说 他说他再练就傻了 他说我就不那么练 十来格是有点 对吧 进攻 继续拉 进攻反手 拉住反手 再发力 大脚 平时训练的这个攻击 要扎实 下边的球就有座位 下边的球就有座位 不 哎呀 不比二领先 现在7比4 不 不 反手 可 赛点10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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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膀横拉 做好每一分 横拉 这样桑普诺夫11比6 4比2的比分 战胜了许昕 获得了乒乓球 2012年男子世界杯的单打第三名 赛事当中获得过三次冠军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会为您 这个球还是有点异